各位聽眾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明天就是六四 三十二周年 維園的燭光我相信絕對沒辦法亮起來 香港人用什麼自己的方法去悼念六四呢 很多人都說要用一個靈活的合法的安全的方法 可能大家會 在家裡點起蠟燭或者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用這個手機 那個Wallpaper是一支會移動的蠟燭 每次穿一部手機的時候就等於悼念了一次六四 這個都是很多不同的方法 天主教就在七間教堂那裏就有這個 六四晚的一個追思彌薩 叫做追思亡者彌薩 預告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總共有七間教堂 其實去年的情況都是遲的 或者以往都是 有一些宗教的團體 除了說是去維園 去悼念之外都會搞一些追思彌薩 可能時間就錯開了 例如在下午做或者之類 一向都存在的 今年的意義會特別一點 我記得去年就因為疫情的原因 就不可以搞 也是在教堂那裏 天主教有有 搞類似的 這個崇拜或者是彌薩 今年就 一早預告了 七間的天主教堂會做這件事 但在今天六月三號就在七間天主教堂外面 不由而同地 掛了一些橫額出來 那些橫額是怎樣的呢 那 寫著有陳日君書記的樣子 然後邪教入侵信仰 抹世敵基督 假仙之勇言 崇拜為名 善亂為實 分裂宗教 滿手鮮血 警告教友 小心點 慎防鼻淚為國安法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標誌倒轉來寫 然後就變成 Devil 也有教堂上有十字格 然後 有一個公仔 應該是神職人員的樣子來的 因為有十字格在胸口那裡 頭上有兩隻角 說他是魔鬼 在陳日君書記的底下 這些就很明顯是有組織 有計劃地 將這七間的教堂 掛一些橫額警告教友 你不要進去參加 你看到這種卑鄙的行為 令人恥冷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 政府出動公權力 用警察的不肯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然後上訴失敗 事 已經確認了 這個維園的燭光社會 未經批准的集結 如果你去參加 拉特 大家知道未經批准的集結 在今時今日的形勢下是會判好重刑 以年計、月計的刑 然後 說明 動用一千到三千的警力 最新的數字是三千的警力 在港島區同流環一帶 逢你穿黑衣 拿著燭光 喊口號 都視為 參與未經 批准的非法集結 又可以拉 即是說 在室外的 這些活動 全部都禁止了 即使是 其他各區 都會有同樣的情況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法例 例如 違反限制令等等 去拉你 即是 你是不可以在室外做任何的悼念活動 清清楚楚 然後 支聯會 底下的六四紀念館 重開了幾天 又以違反這個娛樂 場所條例為名 說他沒有領牌 因為你 被人來參觀 封館 當然 支聯會主動自己封 因為他說要保護工作人員 要保護民物 沒有辦法不封 其實以前都試過的 大家還記得在銅鑼灣的時代廣場 食環處的人 把民主女神像搶走 強搶民女事件 亦都是控告那些負責人說他是 違反娛樂場所的條例 後來一直上訴 上訴到中心法院他們是得席的 以前都試過 以前在室外 今次室外 都禁制你 好了 你對這個悼念活動已經趕盡殺絕了 六四紀念館又封了 這個維園又沒有了 然後你穿黑衣 這個 拿著燭燭 叫個口號 現在人家做了一個宗教儀式 在教堂裏面 其實以往也有的 以往也有 你都要用這些方法去滋擾他們 去恐嚇教友 用最卑鄙無恥下流善價的方法去做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到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 就說這些 掛這些橫額的人是什麼人 當然都是 我相信都是 一些藍絲 做得這樣的橫額 齊齊整整在七間教堂內 外面掛是一模一樣的 雖然製作 設計很絕裂 但是想那些口號 要印出來全部都要錢 你說他沒有組織在捕頭之前 一定不是個人自發的 目的也很清楚 就說你去參加這些宗教的 這個活動 你有機會違反國安法 我想不到為什麼 追思 亡者尼薩 為什麼會違反國安法 不是 而且 香港 暫時來說 還有宗教自由 暫時來說還有 在宗教自由的這個前提下 在這個宗教儀式上面說什麼 是沒有限制的 他們只是 在那個神父或者牧師 和教友之間的關係 你不滿意他說什麼你就走 就是這樣 為什麼 違反國安法 第一就是滋擾別人 很清楚 第一就是滋擾 第二就是 恐嚇 恐嚇 教友 叫他們不要參加 好了 那麼 負責人怎麼看呢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一位幹事程先生就接受這個媒體的訪問 6月4號晚的這個黎薩一定是會如期 如常舉行 這個黎薩是合法合理 傳統的宗教活動 將嚴格遵守限聚令 因為現在有人數有條件 不知道百分之 我忘記了是一半 教友無需擔心 他就問究竟誰在做違法的事 希望 騷擾那些人 麻煩你自重 誰在做違法的事 大家都知道 這種恐嚇 呼籲教友 不用太大擔心 明晚 最重要是聽 聖堂工作人員的指示 自律就可以了 教區有法律顧問 如果有任何問題 會和法律顧問保持聯絡 有突發事件怎麼辦 會交給各個負責黎薩的主持 因應情況作出決定 加起來 這七個堂區大概有2000人 會有 人數進入 分佈在不同的地方 黎薩 什麼人掛的呢 什麼時候掛的呢 雖然印有榮優 主教陳日薑書基的樣子 但未指名針對天主教 或者在某一間教堂 他說個人未感到被侵犯或者騷擾 他認為個人也有自己的言論表達自由 但是 胡亂掛橫口是違法的 究竟誰在做違法的事呢 說人家違法自己又做違法的事 這些手段 是不是有些搞笑呢 會不會拆除 這位陳先生就說 橫顧的位置不是聖堂的範圍 不屬於他們處理 不能夠由他們的機構決定 是不是拆除 我覺得香港人都是很守法的 我不滿意的東西要拆除你 你就拐著你 督眼督鼻 督眼督鼻 因為你不是你的權力範圍 誰負責 食環負責 食環對於一些 他們認為非法的宣傳品 他們很快的拆得 我看看這個拆不拆 我相信是不拆 是不是 我覺得香港現在 這個環境 這個情況 你覺得是 很繁擾的感覺 別人搞一個 室內舉行的 亦都不會 引起這個公眾 秩序的問題 一個 追思 亡運的離散 都要搞別人 支聯會不會在室內舉行的 六四的紀念館 都要搞別人 即是說現在 政府 和這些 不知不知名的團體 在內外夾攻 務求將這個六四 將它消滅 滅音 什麼說話都不讓你說 什麼聲音都不讓你發 這個地步 現在香港要造成這樣 我們一直都在說 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母親是一群 死了丈夫也好 死了子女 一群 三十多年前 痛失家人 從回來的一群媽媽 每個人都隨隨老耳 八九十歲 但是他們都一直堅持 追究責任 不要為他們的家人 死去的家人 早逝的家人 尋求公道 香港人的悼念 對他們來說 我都說過不止一次 意義是非常重大 維園的燭光 對他們來說 不只是心靈的撫慰 不只是一種記憶的 成全 亦都更加是 給他們一個很重要的希望 是不是 在他有生之年 都希望可以看到 這個六四 能夠一個公道的 這個評價 或者一個說法 或者叫平反的一天 當然 未必大家都看到 因為天安門母親群體 亦都有相當多的成員 在這段期間已經是相繼去世 畢竟已經是 碎碎露耳 有一位 天安門母親的發言人叫 尤惠傑 他接受香港媒體的訪問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相信香港市民 不會忘記六四的慘案 面對和過往不同的形勢 香港人是會 作出判斷 無論香港將用什麼方式來紀念六四 他都會接受 並覺得感動 確實是 對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的 訴求是很謙卑的 很堅持的訴求 死了兒子 死了女兒 死了丈夫 或者死了太太 三十多年來的傷痛 難以忘懷 在中國大陸是說不到任何事 腎都不可以 腎都不可以 腎都可能會出事 死了家人 死了三十多年 視為暴徒 但是有遠方 他說 在遠方 很遠很遠的地方 其實六四 發生在北京 跟香港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香港人仍然每年堅持悼念 確實是 一個不相不認識的 又不是親戚的又不是朋友的 一個很遠很遠的小島上一班人 一班很傻的人 每年以萬計去出席 這個燭光社會 去悼念這個活動 雖然很多人批評行禮如儀 我看資料 當年有些本土派的年輕人說 關我們什麼事 死的是中國學生 又不是香港學生 當然被人罵到反艦 這些言論 到今天我不知道香港的本土派 說過這些話 會不會覺得 自己發覺 他朝軍體也相同 沒有人是孤獨 死的是中國學生 現在香港 也有香港人死 當然有不同的原因 他說 在90年代開始每年見到維園的片片燭光都很感動 其實每一個人的心願希望在自己國家 不想見到一種 殺戮的行為的存在 如果港府因為疫情需要停止集會 沒有辦法 無可非可以理解 但如果其他的原因當然不是 那麼 有很多這個左派人士就說這個悼念六四是說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 不容於國安法 這位天安門母親就說 他每年 發生在 香港市民悼念 發生在北京的慘案 這是一個外國的行為 每個中國人都有權對六四的慘案發聲 譴責中國政府是濫殺無辜 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 生活在自己的家裏 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 不受任何干擾 憑什麼政府可以違背憲法 憑什麼政府可以動用軍隊 屠殺自己國家的國民 他們說六四慘案是血的事實 家屬那麼多年來 要求政府就六四慘案公開 爭相問責和賠償 這個六四慘案一天不解決 這個創傷 是不可以撫平 其實他們就是這麼謙卑的訴求 這麼簡單的訴求 當然 對執政者來說一點都不簡單 有很多人去 記憶 他說在中國 發生這麼多長的政治運動 由三反五反 大躍進 反右 饑荒 文化大革命 天安門事件 除了文化大革命 評價為十年浩劫 每一次政治運動 無論傷害了多少個中國人 令到多少的中國人 在這個運動裡面死亡 從來這個執政當局 沒有出來認錯 除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 今天 因為文化大革命沒有辦法 被打倒的人要出來 譬如鄧小平 他當然要把文化大革命 視為一個 錯誤才能夠出來 現在翻案 大家記得當年有一個反擊右傾翻案封 就是針對 鄧小平 一定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夠出來 你不否定他怎麼出來 除了這個之外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又再肯定文化大革命 不是十年浩劫 是十年淡喪 你看得到他從來沒有認錯 因為他覺得認錯就會倒了 天安門 六四 屠城事件 一樣 一承認就倒了 因為政權 是建立在 最新的說法就是 如果沒有 將這場運動鎮壓下來 中國就不會拿到今天的成就 即是 中國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 北京的市民、北京的學生的血 最新的 可怕的地方就是 我相信六四這件事 香港人永遠都會記住 無論你怎麼用強權的方法 不讓他們公開悼念 那支蠟燭 那個燭光 在心裏面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又或者 不只是這個時候 香港人 都會 記住 32年前 北京發生的事情 甚至講到這裏繼續之前 我的Patreon繼續之前 我心情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Lot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 的話有些片 只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Lot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 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那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你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購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蠻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謝謝大家